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歌手唱的还好吧 对吧 怎么那么勉强呢 跟我们在北京的时候看演出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 这是我们其实来温哥华这也有两三年了 第一次出去看演出也是感受疫情感受这些事 然后印象中你说这种在国内看的各种音乐剧院音乐会 那灯光绚烂 背景是不是夺目 对包括整个就是演播大厅啊对特别的就是有点背板 然后有点卖那个什么那个节目单的纪念品的什么这些事都得有吧 结果这个真是不一样啊这个国情不一样真是不一样 一进了这个演出大厅大家没有买节目单的都在买酒 对每个人手里端着一杯葡萄酒白酒白葡萄酒啊红葡萄酒啊 就反正来个酒会啊这看不看了看之前先喝两杯在迷糊呢 就看歌剧之前的这种传统啊 对啊真是甭管是什么范儿反正在先来两杯 嗯我们也象征性的来了呗 嗯然后呢一进厂厂厂的还是挺满的 嗯非常满基本上都就是上下两层都做满 嗯反正大家也是别坏了 我们跟那个同事看的一个一个老大妈也聊天 大妈也是衣冠整齐打扮的票票上来说 哎呀这有两年没看了是不是也都挺当回事的是吧 然后呢开始以后台上这个我们以前也是干相关行业的嘛是吧 几盏电脑灯亮了以后 然后那人出来以后这边有四个伴奏的来了四个唱的 对我怎么就觉得这台上灯一直没打开似的 对就感觉看不清对就感觉看不清 就是怎么说的黑区区的 哈舞台舞台都是不是那么绚丽啊 然后对对不热闹 就脸上打两盏打两盏面光 然后后边有勉强能看清这人脸长啥样 对后边有四个那个电脑灯 所以电脑灯就是带转的那种灯 对就这些东西 都担心旁边乐池里边演奏的人看不清乐谱 哪有什么乐池啊 就是跟这个歌者都是在一个舞台 他们在舞台的一个边上 特担心他那个键盘手看不清那键子在弹 对背景也没有什么那种打的LED屏啊 或者背板什么都没有 对连个歌歌词的就是给观众看的 一个提示器啊什么的啥也没有 对那也不翻个中文真的是 然后呢也没有伴舞 啥也没有反正就那四个人 然后轮流唱然后从头唱到尾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一开始是感觉有点跟语气不相符是吧 对就差不多吧看前三首的时候就没进入状态 一直觉得看不清不够亮 对但是呢慢慢的呢还是被他唱功给吸引了 唱的还是不错的 对尤其有几段这个经典的伟多的 美博的片段有几位唱的唱功还是不错的 但是根本印象更深的呢就是这个观众的素质很高 对嗯嗯这全场也做满了 不仅是这个鸭血无声啊 然后呢该鼓掌鼓掌干净干净 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全场就是两个小时吧 没看见有任何一个人按一下手机 对而且开场也没有任何人提示你说 你要把手机关闭成静音对 然后不许拍照这些完全没有人提醒 但整场啊有这个嗯 就就这个这个那个音乐厅 其实不小不小不小 那剩下两层嗯啊人很多啊 具体的话座位不知道 但是他真的是人人不算少 对但是真的是呃整个秩序都非常好 对咱就不说什么打电话的肯定是没有 然后呢发现最重要给我感动就是 因为在国内啊现在很多咱们大家素质也都很高 就是看这种演出打电话基本上很少见 嗯但是经常会有人不说照项目 他会拿着手机看看回个微信呢 什么收购短信呢 你知道当全场黑的时候 你一看手机那个光还是挺刺眼的 对其实那种光无染也挺影响 影响别人看演出的 只要我们这次坐在第二排 就能看在第一排所有的观众戏 如果哪有点亮的话 一定会让我们看注意到 但是全场两个小时 没有任何一个人在看演出过程中 把手机拿出来亮一下 你不是坐在第二排 你是坐在二楼 二楼的第一排 对 二楼第一排最佳位置 嗯 当然一定要调最佳位置 总之呢给我们感觉的一个是这个 挺 正常演出看完以后 还是挺回归这种音乐的本身的 对 就是大家不是为了看背景 而就为了欣赏音乐 和那个演员的表演和唱功 是吧 然后呢所有来的人 也都是喜欢音乐剧的人 对这些唱段也都是了如指掌 是吧 也都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 就跟咱们国内看折子戏似的 该叫好叫好是吧 反正还是不错的 尤其观众一看都是有边来 真的是不错 嗯 是 挺好的 散场的时候也不错 散场是咋不错 因为我觉得你看 楼上楼下这么多人啊 那散场之后我还心想 要不要提前走几分钟啊 是吧 这样的话就可以不用堵车呀 什么的 结果你出来之后 那么多人 嗯 在出口的时候 一点都不堵车 对 就大家都是从 不管是你是从哪个方向 最后你要到这个主路上 嗯 那大家都是 呃 一个车辆让着另外一个车辆 陆续的这样走出去 对 就没有一点拥堵的感觉 对这个我还是挺震惊的 对 加拿大人的佛系 在这各方面表现 包括在演出过程中 他那个 就台上歌手在那带着大家 一块鼓掌啊 签出过信啊 我不需要在国内或者在美国 那早热闹嗨了 加拿人特别理性的跟着拍一拍 是吧 对 然后呢整个演出结束后 一般咱们的习惯在国内习惯 多鼓活掌 然后演员在反个场什么的 没有 大家礼貌性的鼓掌 然后就安静的退场 对 就没有那种特别嗨的那种 是吧 我觉得跟这个 就是看韦伯这音乐剧的这个年龄层也有关系 因为喜欢韦伯的音乐剧的人 大部分年龄还是偏大一些 年轻人 其实他们现在都不太听韦伯的这些音乐剧 再去看韦伯尔顿那些新范的 是吧 好吧 那个等赶明人有功 我们再去这个看看那种新范的演出 咱们再看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是吧 哎呀 行说了这个演出之后 咱赶紧进入正题 进入正题 对啊 看看这个下周都有什么好玩的事 最近都有什么跟大家相关的事 首先呢 有一个就是跟还是跟玩有关 就是加拿大的注定政策再放宽了 就从4月25号开始 就现在已经是由完全接种疫苗的父母 监护人等陪同的5到11岁的小孩 不管你小孩有没有接种新冠疫苗 都可以了 入境而且不需要检测报告了 就以前那是规定这小孩 5岁以上也是要有疫苗的检测报告 是吧 有疫苗报告 现在小孩不需要了 所以就很简单了 因为我们有很多家长可能对孩子的 疫苗没有打或者是有顾虑的话 现在不用为这个担心了 哎 我说这个时候我想就是 我看上一期节目有观众还问就是说 他拿着美国护照 在入境加拿大的时候 会不会就是有一些什么 什么样的要求 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他对你不管你拿什么护照 对 那么他都是按照这个这个规定来 对他的入境要求是一样的 现在呢 其实再给大家说一遍 所有人来这儿是要有那个加拿大政府认可的那几种疫苗 你只要注册的疫苗 是吧 对 有注册疫苗的这个这个报告就可以了 对 其实不管你是拿着中国护照 美国护照 都一样 还有欧洲其他任何国家护照 反正全世界各地的护照 你有合法签证 然后有疫苗的这个注册的这个报告 记录就行了 记录就行了 提前在那个rfcat那个app上一登记 对 然后现在又说了小孩五岁以上的小孩也不需要这个疫苗了 你打没打过都可以 然后呢在入境的时候 这个 这等于带小孩这个就都取消了各种这种限制 我觉得还是很方便 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已经那个放宽了 尤其像我们住在这个这个白石南宿里 等于在那个美加边境 然后大家都经常说开车去个美国呀 什么路路 大家经常原来没疫情的时候来回家 搭个游啊逛个街吃个饭什么的 现在有关这个路路 从加拿大驾车或者是坐渡轮进入美国的 你只要是完成疫苗接种也不需要这个什么病毒检测报告了 而且呢自驾游人是穿越美加边境的时候不需要戴上口罩 嗯 但是乘坐出租车的过边境是要戴口罩的 嗯 所以说这个美加边境现在进一步放开 其实跟以前也没什么太大区别了 这个大家该跑要跑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加拿大人的确也是这样 放开了就开始唱开玩 下一条就是说这个 加拿大人现在在报复兴旅游 为了出国旅游 呃在更新护照 办护照排队超过六个小时 对这条消息我看了 这本来呢这个加拿大这个各各种政府啊 他办事呢就相对来说这个就比较慢 嗯 然后因为人少嘛 嗯 然后呢大家又为维护自己的权力 对 休息日啊 还有其他其他时间 人家是肯定不会给你加班的 所以呢就是 排队呢就是在政府办各种事情的时候 排队是一个常态 对但是呢这次有点超乎大家的想象了 因为这次大家紧急可能有很多人呢 在疫情期间这两三年也没动护照 那是去不了是吧 对放开了玩去吧 拿护照一看 诶过期了 或者马上过期了 对 赶紧就集中更换 对所以现在呢 他排队就 所有的这个换护照的这个地方都在排大队 然后有的人还在那个护照 那个门口 那个拿个帐篷 通宵排队 然后还有促生了一个职业 据说是有人在Facebook登 杀音乐 洗碗机喜好 不好意思啊 我们家那个 我们家洗碗机唱会儿歌 接着说这个事儿 就是还催生了一个职业 就是在Facebook里面发了一个通知说 带排队 生费带排队 但是呢不久之后被拿下来了 说这可能不符合规定 我给我提醒大家 这个不仅是因为这个加拿大这个办理 更新护照的部门 跟这个办理这个公卡 信卡的是一个部门 所以去办信卡也会在这排大队 最近所以说 还是啊 该预约预约 这些部门呢 其实都可以在网上预约 现在这些那个网上预约呢 已经预约到了6月29号 最快可以 这随时在更新 大家尽量办只提前一些预约一下 这样会舒服得多 是吧 所以也提醒大家 时不时的就翻一下自己的证件 对 别等着开过期了才不办 早一点办 对 说了玩的事 咱们再收拾心 说说挣钱的事 这个大家更关心的啊 最近有一个统计说了 说什么样的人移民到加拿大来了工资最高呢 这个有一个更确切的说是 2018年移民到加拿大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的新移民 在2019年的工资中位数为31900元 这是自1981年以来到加拿大所有的移民群体中最高的 比17年登陆的要高出4% 这个比19年登陆的这个要低 嗯 这啥意思呢 就是说新移民的工资收入是水平越来越高 嗯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个统计说现在来的这个这批新移民呢 其实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吧 嗯 2018年19年来的新移民呢 这批呢 大多数都是呃 经济类或者技术类相关的 嗯 而且呢他不是说以前那种纯投资你花钱就移民的 大多数呢 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联邦自雇移民 他在国内呢 已经是通过你的这个手也好 你这个行业呢 做出一定的贡献 然后一定的能力 然后你还在证明来加拿大以后 还能通过这些事来养活自己 就本身他在国内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技术 或者是工作能力 其实就是你的工作可以在这继续干 对 继续延续 对 所以这部分人还能赚到钱 所以现在研究的是说这一部分人说18年19年 这部分移民呢 他们来这以后很快就能融入社会 嗯 而且很快呢 就能找到跟自己原来相呃职业相关或者是这个甚至是相同延续下来的职业 所以他收入马上起了 对我觉得这是一部分人好还有一部分我就觉得蓝领在这边的蓝领永远都是挣钱稳定 对 然后呢又对 哎呀反正这是虽然我们不会那手艺哈 但是常常羡慕 就是我家上周吧我俩也 呃把我家的房子里所有的水龙头都换了一遍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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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共是换了几个水龙头 哎这样说吧 啊我们换这各个水龙头 然后呢还换了一个这个等于是一个卫生间的洗手盆的整个蓝杀都换了 对我们就去这边的这个加德宝就是Home Depot超市买了这些东西一共花了一千多块钱加币 一千三百多加币 对然后呢这玩要管换那水龙头没准我还想试试 嗯因为还有那个池子我想那肯定咱没那本事 嗯于是呢就找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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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一个华人大哥 那会儿那哥也是以前帮我们这个装烤箱的是人很好手艺很棒 然后来了人家也是真负责呀 嗯因为工作量比较大做了很多从中午一直干到晚上对七八点钟 然后呢我们颤颤未未我心想这得多少钱 嗯人说没事我算了再说人就走了 于是呢我这个忐忑的心就等到了第二天 嗯第二天工资单发来了嗯 比我买那些材料的费还贵一千多块钱呢 对对对就差不多吧就是材料费和这个人工费 对基本上是一样的对我一直有点贤贵 但是麦可妈说的话也对就是像当初我们来修这个烤那个那个微波那个烤箱的门 嗯人家上了个门啥都没干还收一百五呢一百七加币一百七加币 就上门上门对然后更换这个东西这个大哥人家这个手又好啊吃牌的 然后从中午一直干到晚上其实也是对的 哎真我因为我一直都在家里边都是在看着他整个这个呃换的过程嘛 真的是挺费劲的 因为其中还有一个马桶盖 嗯是那个这个内线式的很难弄的 对内线式的就是然后你呢又在墙墙角的地方 就是特别手都没地儿伸 然后最后呢没办法就而且呢他已经呃螺丝已经松了 最后用锯把那两个螺丝都给弄断了 最后才把那个盖卸下来就等于是 刺激肯定是没这个本事 对我们肯定是不行这个卸了半天也没卸下来 所以呢其实我就觉得这边哈 嗯这个蓝领啊所谓的蓝领实际上就是技术工人 对技术工人这个技术工人呢他们这种手艺很值钱 而且他们也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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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在节假日 大部分不会在节假日和休息的时间 而且不愁合都被约的满满的 然后大哥呢马上第二周说第二周就在约没时间了 一周会帮人整个做个卫生间什么的是吧 然后人家手头有很多牌照人家有本事啊 对是不是各种牌照都有 对而且你就算吧忙一天挣千八百加币啊 嗯那就是这你想这一月的收入比很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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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领啊 是做办公室的收入要高的多呀 至少比银行在银行那些职员就普通的职员收入要高 对啊对啊叫白领叫黑领就只能羡慕蓝领 那个还有一个说哈说明我们今天穿错衣服了 对下次以后都穿蓝领 对还有一个统计说这个男女移民的工资差异 嗯说刚来的这个新移民这个女移民呢 这个女移民呢比男移民会低一些收入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就趋于一致了 趋于一致吗 我怎么觉得这个这个女的移民要挣得多一些呢 我没细看反正我觉得趋于一致不能说女的挣得多 好吧好吧 那说完这个事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说在加拿大在今年7月份就要恢复这个技术移民的筛选了 嗯就把很多这个技术移民之前有一些停办的包括一些所谓的什么快速通道 这express entry就是之前那个大设定的那批是吧 还有那种就各种的经验类移民技术类移民包括咱们这种自雇移民的他的这个筛选都会再提速再增加 而且呢还有一个这个今年呢也有一个移民局也在说要增加投入力度加多给钱办两件事 一件事呢加速这个移民筛选移民的过程 还有另外一件事呢就是跟刚才那条有关就加速对新移民的这个语言方面的投入培训的力度 嗯就让新移民能更快的融入社会去挣钱去嗯 我觉得这都是好消息 其实本来他已经有很多好的这种就是帮助大家学这个英文的 是他都不收费的啊 呃像那些令克课程啊 还有一些EL 呃ESL课程啊这种 那他都是不收费的或者是 收很少费的还有成人高中啊 还有各种图书馆的这种志愿者啊 还有他们自己搞的一些项目的一些语言培训非常多 啊都几乎是不需要大家花钱的 对啊但是现在还要加强力度 嗯我其实一直在想那还在哪方面加强力度 是私教吗哈哈 上家里给你教去吗 但现在主要我觉得力度不是说这个培训的力度 其实有的是主要的是想学习的这种心态不够 就像我这样的总是鼓舞足勇气出去学去 哎你看啊说到这我就觉得哈 你看我这不是有两三个月这个空闲时间吗 因为夏天的课我没报就想出去找工作 上次我也说了在这边呢你这个工作经验 还有做volunteer的就是志愿者的这个经历呢 是特别的重要 其实这些做志愿者就是你一个语言提升的过程 就是有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学校里学的再多 但是你真正的给你放到那个工作的场景去 可能你突然就发现你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还有一些专业的一些单词啊术语啊 你不知道就是70元就是用的 所以还是得走出家门 那我觉得这个力度呢 咱们也呼吁一下啊 就是应该给这些新移民更多的 他们去体验这种工作 不仅仅是那么多要求的对志愿者是吧 开各种证明啊什么的 然后我就觉得更多的就是场坎 让他们去体验这种工作的机会 因为所有的工作都需要工作这个工作经历 但你如果没有第一次工作哪来的加拿大工作经历 所有的所有的就是招人的单位他都会写相关行业工作至少一年 他虽然对这个学历没啥要求 基本上这边高中12年级 一般的工作你都能你都能够干 不是那种专业性很强的那种学术性很强的工作 高中毕业12年级这个文凭就够了 但是呢所有的工作都有个要求说你必须要工作一年 你要是工作两年三年更考那你看是吧 所以很多人的选择比如说先去当个人那个没有太多要求的志愿者是吧 或者是先去找一些那个入门门槛比较低的part time是吧 但是呢总之呢工作经历这件很难的事 这是要融入社会的第一步是吧 嗯等着麦妈妈什么时候来的第一步啊 我们给大家再汇报 这卖的还挺费劲的 下一条下一条 这个我们大温华人最喜欢宇宙的重心列治文 最近被评为加大50个最佳旅游目的地的第一名 哦是吗 嗯然后呢他是这个盖过了第二名的Kelona 然后就是城市的这种旅游目的地 他肯定不是跟那种什么班夫来比 这种旅游城市 然后列治文这个盖过了Kelona 说明大家都喜欢来列治文玩 那列治文最著名的还不是饭馆的吗 那是 列治文的吃的 还有列治文的 你看这还是饭馆的是吗 鱼人码头 鱼人码头 玩的地儿 还有列治文的这个景点文化呀什么的 其实是大家喜欢这种旅游的城市 他感受不同的文化 尤其我们这个中华文化的列治文多大精神 我是这样理解的 我觉得就说明咱们华人还是就是 愿意去那玩 也愿意去那消费 你看我们有一次去那个 去当地的一个饭馆吃饭 然后呢坐在我们旁边的一个小伙子 三十岁左右 然后呢就点了整整一桌子这个好吃的 当时我就很惊讶 我说这一个人吃饭也就够可以的了 好你就不跟朋友分享 连个同事都没有嘛 对吧 女朋友没有同事也没有 就一个人在那吃 对 然后呢还点了满满的一桌子 龙虾也点了 然后各种什么炒饭呢 然后还有什么那个海鲜的自己还点了一整条鱼 对 然后还点了烧烤 还点了一碗粥 我说这几个人 对没错 我说这人挺自私的 也不胖 你说这么多美食就不能跟别人分享 对也不是对 后来 然后我跟麦特我们那个 还有那个就是李健我们坐在他旁边 其实就隔一个小步道 偷看 哎呀看了几次呢 真的是我都忍不住笑了 我偷偷偷笑 然后麦特也偷偷乐 麦特看我也 麦特也偷偷乐 哎呀我就觉得你想麦的才9岁啊 其实他是一个特别心大那种小孩 平常这种事他是不在意的 完全不会放在心上的 但是我俩就已经相识一笑句 忍不住都快笑喷了 后来 人家那个这个旁边吃饭的小伙子 在结账的时候 跟这个服务员说了 说他是呢是从美国的加州 过来特意到这个饭馆 就想尝尝当地的特色饭 这个人应该是一个也是个华人 对 然后我们一看哦理解了 原来人家一个人哈 不管是不容易 不管是出差呀 还是什么原因来这儿哈 就来这个聂志文 到这家很有名的餐厅 对吃了一顿大餐 他而且他就一次机会 所以他要把几个这个有代表 的材料点一点 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是是吧 那最后你还剩了那么多 我心想当时我还心想呢 人家问他说你要不要打包 他说不打包 我说你看这个人 这也太过分了 一个人吃那么多不说吧 剩了那么多还都浪费了 最后人家是住在酒店里 可能也没啥东西可以热 所以最后啥也没拿走 但就说呀 你看你看目的地 旅行目的地 是吧 聂志文 还是没咱这个国内暖心 前两天我看国内的消息 就是一个女孩去个饭馆说 我要点一份剁椒鱼头 你自己一个人 后来放过 哎呀不好意思 说最后一份剁椒鱼头 卖完了 那女孩就在自言自语说 今天我过生日 就想吃个剁椒鱼头都不行 后来旁边有那个母子俩 那当妈的听见了 就跟儿子说 咱请他一块吃吧 儿子还说了哎呀不好意思 那当妈就过来说了 说姑娘你是一人吃吗 我们点剁椒鱼头过来吧 咱一块你过生日热闹闹的 就把女孩请到他们桌 一块过了个生日 吃上剁椒鱼头了 对吧 这种热情 还是挺暖心的 那我也卷一个 你看既然你说国内 这挺好的 我再说一个 你看就是在温文华这边 其他城市咱不知道 就是温文华这边的邻居 就经常跟我们聊天 就是说前两天你看 录个Tim Hottens 他不是有那种就是 drive through 就是那种开在窗口那儿 然后在这窗口点餐带走 对 结果前边吃饭来吃饭的人 就是前面那车 对全面车的车主 就帮助他的这辆车 钱就付了 因为单子 他们在这窗口的时候 后边的单子也出来了 直接就把他的钱给付了 对 在温华这边就有这种传统 比如你喝喝咖啡 去这种快餐的餐馆 你常常就会遇到前车的人 往后车的人就把这个账给付了 就请后车喝咖啡 他自己请后车喝咖啡也不认识 后车人心情也好 就是心情特别好 原来有个消息就说 前车请后车 后车再请后车 请了好几十辆车 一路全是一车一车往后请 对就特别开心 我们哪天也来请一下了是吧 但是要看天外边的天 如果天空特别晴朗 然后我们自己心情也好 也希望后边的人心情好 好吧 那走吧 那前车请我也行 然后再你看心情好 那个人年轻心情就会好 加拿大有个又有数据 说这个2021年的全国人口普查 加拿大全国的这个中美年龄 是41.6岁 然后比2016年的人口普查 增加了0.4岁 但是全国仅有两个省份变年轻了 就是爱德华王子岛和BC省 就是新的移民来的 对 因为BC省呢 它得益于这个人口迁徙和新移民 所谓人口迁徙就是说 从加拿大内部的很多人也会来 这个BC来文革华 然后还有新移民 新移民很多年轻人嘛 所以说是现在是BC省 是变年轻了 嗯 那挺好的 咱们来了以后BC省变年轻了 好啊 你来的正时候 希望越来越年轻啊 从人到省到整个大家的心态 都变得越来越年轻 春天夏天来了哈 可以玩了 然后呢最后一条哈 有一个这个跟所有咱们 什么开车的司机有关的消息 这个可能只有在加拿大开车司机 才知道每年呢 车要上一次保险 每次上保险 就会发一小纸条 对 贴在你的车牌上 就那纸条日期呢 就是明年你保险到期的日期 嗯 我现在一直觉得这事挺露骨的 嗯 你说到现在的什么年代 还需要上贴个小纸条 每年保险公司寄个纸条就贴上 从月1号起 不需要贴纸条了 终于说ICBC 就是加温哥华这个BC省这个保险公司 花了大力气 开发了车牌扫描系统 啊 对 这边呢真的是电子方面的 对应用啊 哎呀你说除了这个 对像我们一开始去Downtown那边 有些商场 现在是可以了 一开始去的时候 连个就是电子的这种 就是扫杆抬杆的 扫杆抬杆的都没有 对 觉得特别不习惯 对 也没个大爷站在那儿 还在自己在那插卡 对 信用卡插插进去 走的时候还得还得再交一次费 对 对啊 那原来咱国内多好啊 既有自动抬杆的系统 还旁边有个大爷 所以特别 现在是电子筒码 你的牌没有了 将来大家自己要注意 所以呢 很多的电子系统呢 或者高科技的东西有利的 有一利自有一臂 是吧 但社会发展一定是利打一臂的啊 那今天的这些消息就到这儿 我们呢会接着去喝咖啡 喝自己家的就不用买单了 是吧 然后大家有什么好玩的 或者希望了解的事 也欢迎随时跟我们沟通 希望大家都祝一个 过一个愉快的五一加七 现在是 好啊 感谢大家 拜拜